我們今天要來關心癌症 那麼今天關心的癌症 是在台灣國人十大致死癌症當中的 第五名攝護腺癌 它也被稱作一個長壽癌 所謂長壽癌的意思就是 大家覺得如果說年紀大了再發現 好像不理它是OK的嗎 到底是不是這樣的想法呢 其實你知道在美國攝護腺癌 已經是他們男性癌症致死的第一名 每十一個人當中 每十一個美國人 男生有一個人是有攝護腺癌的 那麼台灣在這20年當中 整個確診率也翻升了大約有3.5倍 而台灣攝護腺癌的發生率 是美國的七分之一 接下來吊詭了你看囉 發生率是美國的七分之一 但是我們的死亡率 哇居然是美國的三分之一 代表說我們的死亡率 是比美國還要來得高的 而且死亡率逐年升高 那麼未來20年 甚至有專家預估會增加3倍 也有這方面的專家認為說 那麼攝護腺癌 遲早會成為台灣男生發生率的 癌症第一名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關心喔 其實今天在現場有一位我的老朋友 潘懷中 潘老師 從健康2.0第一集 你就是我們的專家來賓 結果你今天的身份是病人 大家好 你跟我們說一下你是怎麼發現的 還有現在啦 現在治療的情況怎麼樣 對 我現在是已經做完放射線治療 然後正在做荷爾蒙治療 那這個放射線治療做的時候呢 是要去40次 每天去喔 禮拜一到禮拜五沒有休假 甚至說呢 如果說是因為這個機器壞掉 假如說禮拜一到禮拜 我曾經有遇過一次機器壞掉 那機器壞掉以後呢 六日還要去補作 就是不能夠停 原因是因為它那個劑量 是由那個放射腫瘤科的醫生都算好的 那個劑量是要對的 甚至我當時有遇到農曆年 那遇到農曆年的時候呢 甚至我們的這個工作人員還有加班 我們又去做這個放射線治療 總共做滿40次 就好像上班一樣有那個打卡 40個通通做滿 那所以我總共花了兩個多月 那每天去每天去 所以以前我早期啊 在陽明大學教書的時候啊 有人跟我講說 你們在榮總附近有沒有房子要租 我說是怎麼樣 他說我看病要租三個月 當時我都不曉得說 怎麼會有人看病租三個月 我現在終於懂了 他的放射線治療說 他每天去不方便 天天去 他就直接做了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呢 放射線治療做完了之後呢 我就開始打這個荷爾蒙 那荷爾蒙現在目前呢 是每個月打一針 那因為打下去呢 它腫起來很痛 它這個互作用有兩個 一個是局部的 一個是全身的 那局部的就是痛 你說右邊肚子打一針 左邊肚子打一針 然後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會腫成什麼樣 好 我跟你解釋 這個月打右邊 下個月打左邊 它是這樣打的 然後呢 打完之後呢 大概三四個小時以後呢 它就開始腫起來 腫成像一個雞蛋一樣大的東西 然後它就會紅腫 然後痛 然後晚上睡 當天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它大概會微微發燒 大概差不多三十七度左右 不是很舒服 那我通常會吃一顆這個 退燒解熱的藥 然後呢 稍微就好過一點 那這樣的痛 大概比較痛的 不舒服大概差不多兩到三天 那但是呢 接下去就是比較不痛的情況呢 大概差不多又再兩到三天 總共加起來大概差不多五六天左右 那就過去了 然後每個月要去打一次 每個月要打一次 那這個是第一個叫做局部症狀的不舒服 但是它還有全身症狀的問題 那全身症狀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倒汗 因為我的那個雄性激素降到幾乎是零 就好像那個女性那個更年期一樣 它突然都降到零 他刻意用這個療法把雄性激素壓下來 也就是大家一般聽到的 另一個俗稱所謂的化學去世那種感覺 對 沒錯 那它降到最低的時候呢 我的那個荷爾蒙降到很低 所以全身就開始有那種更年期症狀 所以後來我又跑去跟我太太講說 老婆 老婆 你以前更年期的時候我都不知道有多難過 我現在知道什麼叫更年期了 因為男生的那個雄性激素它下降是緩慢下降 對 所以我們男生通然感覺更年期的感覺比較沒那麼強烈 但女性是很快就掉下去 所以我後來就說 我現在都知道一陣子 我突然間一陣子就全身都是汗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不太流汗 甚至我當兵的時候跑山間我不太流汗 現在是只要一流汗 我那個汗山就可以酒水 然後就會換 一天要換兩三件 所以這個是倒汗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肌肉骨骼會痛 它打完之後不知道為什麼 那副作用就是這個 它肌肉骨骼會痛 而且不知道哪裡痛 我原來以為是骨轉移 我嚇死了 因為我們骨頭轉移的時候骨頭也會痛 那我在想說這怎麼會這邊在痛 後來看一看不是 因為有做過磁鎮照已經少沒有 不是 所以它這個肌肉骨骼會痠痛 那另外還有長期副作用 像是比如說會骨鬆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很小心 因為你現在不覺得 但是你長期用了以後 你可能就會骨鬆 好 但潘老師他真的是在抗癌方面 非常認真的病人 也是非常認真的老師跟抗癌的學生 好 那我想問一下 攝護腺癌在這幾年 20年來發生率 發現跟以前比起來高很多 他不容易發現嗎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最近大家特別容易就是發現這個問題 主要是因為現在有一個很好的癌症指標 叫PSA 那這個PSA現在在體檢 變成 幾乎變成是一個常規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指數如果高的話 就是進一步做檢查 所以才會發現說短期內 攝護腺癌的發生率好像變很高 了解 應該主要是因為診斷的工具 多了一個這個腫瘤標記 這也是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 因為早期診斷到底有什麼樣的幫助 任何的癌症或者任何的疾病 都是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它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我們攝護腺癌分成四期 或者說所有的癌症幾乎都是分四期 第一期 第二期叫做局限 就是說這個癌細胞是局限在攝護腺 這個器官裡面 這是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就吃出去外面 第四期就是遠端轉移 包括有骨頭 腦子 肺 肝 這叫做遠端轉移 所以任何的癌症早期治療 治療效果當然會比較好 攝護腺癌也是這樣子 OK 所以教授你當時也是因為PSA 才發現的嗎 對的 第一次我是去常規的健康檢查 我都是剛好到我們台北榮民總院 那時候是2015年 對 剛好就在榮總旁邊 剛好在我們學校旁邊 那就去了 結果一看PSA是7 7的話就超過4了 所以健康檢查的醫生就跟我講說 潘老師你這個不對 你要回去門診追蹤 我就趕快去門診追蹤 門診追蹤以後 門診醫生就跟我講 我們校長就跟我講說 那你要做穿刺 那我就趕快去做了一個穿刺 穿刺出來以後發現什麼都沒有 那什麼都沒有以後 他說那我們就觀察 一般都是這樣子 對 那觀察到了2017年的時候 兩年後 對 兩年後 這個是我自己懶惰 我沒有每年去追蹤 這個不怪 那我自己兩年後去追蹤 這變13 13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怎麼會一直上升 那後來我就又問了我們的醫生說 那這個怎麼辦 他那時候就已經非常厲害 因為他們讀書每天都在讀書 我們的醫生每天都在讀書 他就跟我講說他懷著話 他說你可以去做持症照 OK 因為你先去做持症照 你看看有沒有病照 完了之後我們再導引穿刺 也就是你看到有病照 在導引那根針到那個位置 最準 對 會比標準穿刺來得好 那當時其實這個想法 還沒有普及到很多地方 那時候是比較初期的時候 六年前 對 對 對 然後呢 但他說你要智慧 我說沒問題 那智慧就去智慧 因為這個持症照影是比較貴 然後我就跑去智慧 智慧完了以後 我三四個好朋友 都是晃世葉色線科的專家 他們看了老半天都跟我講 他朋友說我們看不到病照 沒事 對 而且 因為我以前有做過持症照影 全身掃描 他兩個下去比對 他發現沒有病照 OK 那沒有病照以後 我就 我要把這個影像 拿給我們榮榮穿刺的醫生看 那醫生就說 他說潘老師 你現在沒有辦法做導引穿刺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有病照 我才有辦法導引 你根本看不到東西 就沒得導引 沒有物避地嘛 對不對 對 所以後來我第二次做的是 所謂的標準穿刺 他還是標準穿刺 OK 好 標準穿刺完了以後 還是沒有 那沒有就再觀察 對 好 再觀察 可是後來 過了兩年 對 他又生到十七 那結果呢 我後來我就跟我的醫生報告 我說 因為他一直上升 那我兩次穿刺都沒有的情況下 我說乾脆 因為反正也有一點什麼 頻尿什麼的感覺 我說有沒有可能我們做一個 良性受限刮除 他說好像這個可以建議這樣做 那我就跟他拜託 那好 我們就做良性受限刮除 那刮下來就會刮一堆東西下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良性受限刮除 有人用什麼雷射什麼都不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要那個樣本下來 做病理切片 對 所以刮了一堆下來 然後去 我們還送給專家看 美國回來一個最會做病理的專家看 通通沒有 沒事 OK 好 又過關 但是到了2021年 升到了29了 對 那一天是比較特別 就是那一天我其實事實上是去做別的健康 你兩年前做過的要不要再做一下執政照 我說不要了我沒空了 這個今天不行 他說我們整組人在那邊等你都弄好了 你不去 好 那沒辦法 他就去一看 他一看他就看到病灶了 他說這個是可能以前沒有現在才出現 他看到病灶 看到病灶之後他就很認真 他當場就打這個報告 因為我那個是一個專門健檢的中心 他不是一個醫院 就專門健檢 他打了個報告 他說你拿這個報告去找我學姐 他這個榮總況色縣科的一個學姐 拿給他 結果一看 他就 當天晚上他還打電話給我 他說潘老師你當天抽血的PSA是29 所以29是他打電話告訴我才知道 我當天並不知道這個事 晚上打電話告訴我29 才知道說這一下情況不妙 好 那到底PSA 來 我們看潘老師他從2015年7、13、17 然後往上2021年到29 所以PSA他到底是什麼 那只要高就代表有癌症嗎 對 PSA其實是血液當中的一個蛋白質 那一般現在我們他是非常的敏感 那現在變成是我們健檢非常常規 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他的好處是說很方便取得 抽血就可以取得了 但是他的缺點是 他還是非特異性的一個指標 並不是說PSA高他就一定是攝護腺癌 就好像剛剛潘老師的例子 那我們現在在健檢也發現很多很多 那個4、5、6 很多原因都有可能會造成他這個升高 包含那個攝護腺這個 騎腳踏車騎太久也會對不對 對 攝護腺有受到擠壓 或者是前一天有一些性行為 也都有可能會造成他升高 那甚至還有泌尿道感染 然後前列腺發炎 這些都有可能會高 好 所以大家看到PSA的參考指標 從40歲它是比較低的到2.5 到7、80歲是6.5 那潘教授是到29 所以當然那個數字就會 是需要進一步的 這個PSA就是攝護腺腫瘤標記 它有三大原因會上升 第一個攝護腺肥大會高 發炎也會高 還有癌症也會高 那像潘教授他這個指標 它就是一路往上升 也就是如果有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還比較沒算 如果高高低低可能還可以觀察 可是一路往上 見回不回 這種像潘教授這樣7、23、37 這種這個就是風險增高 了解 那這種就是癌症的機會比較高 那潘教授他的情況比較特殊 是在於說 他有去做了切片 但是抓不到 那這個就是他可能這個癌症細胞 是躲在比較邊緣的地方 或者是說在早期病灶非常小 所以他連做核磁共振也找不出來 了解 那這種真的就是只有靠追蹤 好 所以變成說要逐年都追蹤 不是一次就自己嚇死自己 是逐年追蹤 如果他一直往上的話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那像吳醫師到你診間來 如果說有這個PSA高的人 你通常會請他怎麼這樣調整 如果說不是癌症的話 對 一般我們會開藥或是一般的體徵 或是一般的耳穴 像我有一個這個德國的運動品牌的一個總裁 他就是騎腳踏車 很喜歡騎腳踏車 哇 一天都騎很遠很遠 結果有一天他來求診就是說 他看了西藥去拿了一些藥 因為他的攝護腺已經發炎了 而且有肥大的一個情形 然後他小便非常的不舒服 他說能不能用針灸或中藥來幫忙 那我們除了開藥跟針灸以外 我幫他用了一個耳穴 那耳穴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讓他帶回去 貼個耳痘讓他帶回去幫忙按摩 那那個是耳甲挺的一個挺腳 就是這個地方 狹長的這個地方叫做耳甲挺 這個地方叫耳甲挺 那這個角落的地方叫做挺腳 那挺腳在世界衛生組織 把它定位叫前列腺點 上端的地方 耳甲挺的上端尖端的地方 世界衛生組織把它定位叫做前列腺點 那我們其實除了治療以外 我們平常很多男生 在家裡你在看電視的時候 就說你趕快按一按 就可以這樣子按摩他 我現在已經幾乎快零了 其實我們其實可以 平常可以按摩這個穴位 他其實我們身體的病灶 可以共振到這邊產生痛點 或是病灶點 像我們女生 按有什麼幫助 一樣 尿道炎的時候 所以女孩子盡量不要憋尿 如果尿道炎的話 發炎也可以按摩這個挺腳 那這個就是前列腺發炎 或是尿道炎 很好的一個穴位 兩邊都可以同時按摩 就這樣子按摩就可以了 好 那麼我們廣告之後來看 像潘教授檢查了這麼多次 前面也進行了穿刺 為什麼會沒有發現呢 那麼到底穿刺有多難 那麼第四次又是怎麼樣確診的 稍後回來 這四種人一定要學氣功 喜歡喝冷飲導致氣質血淤 喜歡吃甜食臉上長暗穿 喜歡熬夜臉色會變差 吃多喝多提前會衰老 怎麼辦 有一個癌症被稱作長壽癌 它就是攝護腺癌 那麼在美國呢 它已經是男性癌症死亡的第一名喔 所以一定不能夠輕忽 平常可以檢查的 而且要追蹤 很多年持續檢查的就是PSA 抽血就可以知道了 不同年齡層你可以看到 以七八十歲來講 也不應該超過6.5 那麼潘教授在2015年的時候就是 第一次檢查就超過7了 對 那後來逐年檢查越來越高 可是麻煩的是 越來越高是一個警訊 進行了三次的穿刺 卻沒有發現 後來第四次怎麼發現的 兩次穿刺一次刮除 但是可以講三次切片 這是對的 是 那後來第四次怎麼發現 對 第四次就是我剛剛在 節目結束前特別提到 就是我的一個醫學系的同學 小女生她非常熱心 把我抓進去做持震照 後來看到有病照 那我也跟凱雲 還有各位電子機前面的 觀眾朋友報告 她最後找到她在哪裡 你知道嗎 她在最右前方 就最右前方的最邊緣的位置 所以一般的標準餐 是不會刺那個位置 她最右前方最前端的那個位置 然後這癌細胞非常討厭 為什麼 因為她就在那個夾膜 跟那個攝護腺的邊緣 因為所有的癌細胞 都喜歡在這個邊緣夾膜的位置 然後她在那個位置以後 她照到底她如果往裡頭吃 她裡面很大 裡面麵包很大 你盡量吃 她不往裡吃 她往外吃 很壞 她往外吃 所以其實一發現 她就是在那個夾膜的邊緣 在最前方 可是她就不往裡吃 一下子就往外吃 所以我一發現的時候 就已經三期多了 而且那個時候 就是第二次持症造影自己付錢 第一次自己付錢找不到病灶 第二次自己付錢是找到病灶了 然後就去穿刺 這個穿刺也要跟觀眾朋友講 他是這樣 蜜料外科醫師收進醫院 當天晚上進來 但是隔天是推到超音波市去做 所以是超音波的醫生做穿刺 導引穿刺 當然也有其他 可能也有別的醫院 是不是有病灶外科自己穿刺 也現在開始有了 但是台北榮總是由超音波市的 醫生來做穿刺 然後就按著那個針直接進去 當然我還是做麻醉 因為補麻醉也蠻痛的 對 所以你可以拜託他 我那時候拜託 麻醉部主任來拜託 周美勇 周主任 然後你放進去 吃到一次就是很惡性的 那很惡性以後 那麼接下去就是因為很惡性 而且又是三其多 磁鎮上去掃描的時候 發現在淋巴結上面也有點怪怪的 有一兩個淋巴結覺得怪怪的 所以後來就做全身骨頭掃描 全身骨頭掃描 我當時去掃描的時候 我很緊張你知道嗎 因為掃出來如果說是 全身骨頭都有的話 就第四七了 對 那我就再見了 所以我那天去做骨掃描的時候 那天我是蠻緊張的 然後做完之後後來他們都跟我講說 好像沒有發現 沒有發現就確定是三其A 那三其A接著就是要討論怎麼治療 那這個待會你問我再說好了 好 OK 那所以你是等於第三次穿刺的時候 第三次切片 第三次切片 對 才發現 不是 我看 那這樣應該是第四次 前三次切片都沒有看到東西 那怎麼會這麼難啊 吳醫師你有遇到一個到第六次才發現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陸陸續續 因為現在大家很普遍 都很早就開始在塞這個PSA了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跟這個潘教授 幾乎一模一樣的情況 從七點多八點多慢慢上升 我們就陸陸續續續在追蹤 那有的時候我們醫師 現在就是很怕說 寧可 就是寧可挫殺100 也不想漏掉一個 所以就想說安全起見就幫他做個切片 那這個病人是在前後大概三年間 總共做了六次的切片 都沒發現 對 然後報告切片出來都是正常 是 雖然我們已經知道 每次切的時候是各個不同的方向 都切很多條 那在國際上的標準 他是至少要切12條 可是他有可能就像潘教授一樣 在邊邊 就沒辦法 沒辦法 我們也只能認 找不到證據 雖然我們知道他怪怪的 可是我們還是只能說 好 那我們就再追蹤 再觀察 OK 好 那洪醫師到底我們的攝護線在哪裡 比方如果以我們女生乳房 超音波照一照 這裡好像有點狀況 就穿刺對不對 很多癌症都已經可以 比較明確的知道位置 那為什麼攝護線的這麼難 而且非常非常痛 有一些當將軍的 然後那種一輩子硬挺強悍的男人 都受不了 到底怎麼回事 是怎麼做的 我們最容易觸碰到 觸碰到我們的攝護線的部位 就是在會陰部 就是騎腳踏車那個地方 肛門前面 陰囊的後面 那個叫會陰部 裡面大概四 五公分 這個結構 這個是膀胱 這個咖啡色的 這個就是攝護線 這個就是攝護線 這個是肛門 所以難怪也會用肛門指整 這個地方叫做會陰部 就是陰囊的後面 肛門的前面 這個部位叫做會陰部 我們要肛門指整 就是手指頭從肛門進去 就可以去摸到攝護線的後面 如果要切片的話 也是一樣 這個叫做切片針 好長 這一根大概二十幾公分 但是管徑只有一個millimeter 我們切片的話 這次都是自動切片針 我們就是在超音波導引之下 把這個針刺到 是從肛門進去 從肛門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從肛門 另外一個叫做會陰部 是最近比較多從會陰部 但是會陰部就是要從皮膚 所以這個針要刺入皮膚 所以要刺十幾針 所以病人會比較不舒服 所以除了局部麻醉 可能也要建議讓病人睡著 可能會更好一點 對 教授就是用全身麻醉 你看 這個切片針就是刺到 攝護線的組織之後 然後它可以自動激發 就切一塊肉出來 然後針出來 那就會有一條肉 一條線 就是兩公分長 但是只有一個millimeter的直徑而已 然後我們要切 這裡有一個 另外一個 這個是膀胱 內藥刀 這攝護線 我們這個針就是這樣去刺它 我們一般就是標準切片 就是切十二片 就是左邊六片 右邊六片 另外如果在超音波 或者是在核磁共振 有懷疑的病罩 針對那個病罩 再特別去做切片 潘教授他這個難 就是難再說 他說他的部位 應該就是在比較靠近這個 最末端邊邊的地方 攝護線肥大容易長在 攝護線像一個小橘子 攝護線肥大就像橘子肉一樣 那肥大是指橘子肉變多了 可是攝護線癌症 它容易長在這個 攝護線的橘子皮的地方 了解 那潘教授可能就是長在這個橘子皮 而且又會很靠近 這個叫做闊躍肌 就是會尿失進這個地方 所以那個潘教授他就是長在這個地方 所以很難事先發現 我們讓大家知道說 切片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你就要跟醫師討論 如果你很怕痛的話 可能可以選擇半身麻醉 或者是全身麻醉 當然這都是要跟醫師討論 看自己的身體狀況 那如果以中醫來講的話 攝護線癌 你們是說肝腎虧損 對 肝腎陰虛或是叫肝腎陽虛 然後還有一個氣質血瘀 就是說它那邊的氣血循環不是很好 所以會有淤漬 然後會有容易長東西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痰濕 就是不正常的代謝物 累積在那個地方 所以才會有痰濕 所以我們用這個藥 譬如說我們用這個三藥三豬魚 就是滋補腎陰的 然後當歸跟黃旗是補氣跟補血 提升免疫力的 那腳骨藍跟這個白花蛇 它有清熱 然後它還有防癌抗癌的一個作用 它有清熱解毒的作用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用這個花生根 花生根本身很多 攝護腺肥大的中醫師在用的時候 它有一個利尿 而且有清熱 還有消腫消炎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們用這些藥來保養身體 一般我們過了三四十歲 有時候可以在家裡面 泡一個這個中藥來喝 那它有一個防腫大 防發炎 還有一個幫助血液循環 防癌抗癌的一個作用 好 也可以防止攝護腺肥大 所以是全方位的照顧 我們現在邀請到雷神主廚 這道料理也可以降低 發生癌症的風險 雷師傅今天帶來的好料理 我今天要做這一道 是雜糧紅醬鮭魚 一樣很簡單 做比較稀釋的做法 首先鮭魚排的部分 我把它切成大大塊的 一塊一塊的把它放到 這個鍋子裡面 去給它做一個煎煮的動作 但是我在放的同時 我是沒有加任何的一滴油 因為我今天要用的是酪梨油 另外在這個鍋具 在另外這個湯鍋的部分 我要放的是綠茶 綠茶高湯 我要煮這個醬汁的部分 綠茶高湯先把它放進去 我用這種綠茶茶包下去泡的 另外把番茄糊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比較特別一點 我要增加它的濃稠感 跟香氣的部分 我加了一些地瓜泥 對 但是地瓜泥 我們是先把它做一個烤過 烤過再把它過篩過之後 把它放下去做一個熬煮 所以番茄加上甜甜的地瓜 很對味 很對味 非常對味 對 我們把它放進去之後 再去給它做一些攪拌 攪拌的一些動作 好 潘教授 像我們從第一集健康2.0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就告訴大家十大抗癌食物 那你自己在這幾年對於食物上更有研究 所以以這道來講 有綠茶 鮭魚 十字花科的綠花椰菜等等 它有什麼樣的好處 現在社會腺癌我們還找不到 是到底哪一個化學物質造成的 也就是說我們很多的癌症都知道 所謂的Casinogen 就是致癌物質 但是我們社會腺癌 還目前不知道 哪一個特定的化學物質會導致它 所以我們在預防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就是從氧化壓力 抗自由基 抗所謂的不當的活性氧的角度來出發 除非是我們以後知道 特定的化學物質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針對 特定的化學物質來避免 所以因此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吃一些抗氧化的食材 所以現在就像剛剛我們海雲所提到的 這些食材像酪梨 菠菜 海藻 像紅石柳 抗氧化力最近也特別的紅 在網路點閱率都破百萬的 然後還有藍莓 十字花科 鮭魚 綠茶等等的這些東西 就是可以讓我們所謂的在不當的 所謂的工作壓力下 或者說是所謂的身體在有免疫力下降的時候 能夠吃到這些抗氧化的食材 另外還有包括五大抗自由基的食物 堅果 還有我們剛剛用到的地瓜 以及雷師傅你有用到優格 我有用到優格 但是優格等一下我們要起鍋的時候再放 來增加它整個那種風味 其實我們把這個紅醬 剛剛我們把紅醬就加了一些地瓜 加了綠茶高湯 還有加了一點燕麥醬油 所以要做一個烹煮之後 倒進去鮭魚裡面 去把它做一個熬煮 熬煮一個動作 其實這個醬汁 非常美妙 酸酸甜甜的 其實當你要拌飯拌麵 還有說我們等一下要弄個雜涼麵包 其實都非常棒 我們現在來先給它起鍋 好香喔 超香的 為什麼你聞這麼香 這邊有聞到了 真的 我的好香 起鍋之後 而且是會讓你流口水那種 是 起鍋之後綜合堅果的部分 我們先放 堅果也是抗氧化的好食物 而且有好的油脂 先放之後 我們現在先把義大利種的香料 先灑一輪上去 對 灑上去之後還沒好 因為我們把兩個麵包 在那邊放著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把優格 所以優格不是只有當甜點吃 大家也可以像這個樣子 把它加到料理當中 一起全家抗癌 遠離攝護腺疾病 推薦這道雜涼紅醬鮭魚給你 將新鮮的鮭魚煎香 搭配青花椰菜與堅果一同入口 幫你看癌又抗自由肌喔 廣告之後來看 攝護腺癌它居然跟遺傳有高度的相關 包括家族當中有攝護腺癌 還有甚至乳癌 卵超癌的 都會有關聯嗎 馬上回來 男生真的都要注意攝護腺癌 像最近大家很熟悉的李家彤校長 他85歲 教授他就確診攝護腺癌 對 我們現在目前 攝護腺癌的危險因子 年齡 就是你越大越有機會會得到 再來就是種族 你比如說黑人就大於白人 再大於黃種人 跟種族有關 再來就是遺傳基因 你家裡面如果有遺傳基因 這也比較容易得到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 大家討論的一些危險因子 比如說肥胖 比如說你比較肥胖 就可能會得到的機率比較高 那麼也有人在講說 一些環境毒物 比如說像環境荷爾蒙 或者塑化劑等等 但這些都還沒有辦法確定 所以我才在上一段節目裡面 講到說 我們現在很難知道說 到底是哪一個準確的 Casinogen 致癌物是造成它的 這個我們目前還不知道 好 所以只要50歲以上 就可以去測這個PSA 看指數到底怎麼樣 而且要持續追蹤 像李嘉童校長 他就是在臉書上面說 他最近還做了切片檢查 發現說是攝護腺癌了 他說他猜錯了 他說他猜錯沒有擴散 因為他現在體力還不錯 還能夠打網球等等 但是我們提醒大家 不要用猜的就是如果醫師說要做什麼相關的治療就來配合 因為確實不同年齡 他做的治療方式不太一樣 是 像這個李校長如果說他現在發現有 就是切片知道有 對 那要不要治療 其實還要看切片的結果 就是看他攝護腺癌細胞分化的程度 是 那這個分化程度我們有打一個叫做隔離身分數 他可以打兩分到十分 如果二三四五六到六分 這算是低等的惡度的 那如果是七分叫中等惡度的惡性程度 那如果八九十就是高度的惡性 這當然是看他對你自己本身有多惡性 那不同年齡層呢 你們在治療上會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像李校長他85歲 如果他的隔離身分數只有六分 那我是覺得就不必治療 那如果是五十幾歲或者是六十幾歲發現 比方說像教授他是 他就很積極治療對不對 他是八分 他那個惡性隔離身分數是八分 對 那我們講年輕人 比如說五十幾歲 六十歲 你切片發現是攝護腺癌症 但是我們要看他的第幾期 如果說他在第一期 第二期 就是侷限在攝護腺裡面 而且如果有他的隔離身分數六分 二三四五六 包含六分 那我們有一個選項叫做積極監測 就是說不必急著去開刀 或者急著去做放射治療 先暫時不要 叫積極監測 那為什麼叫積極監測 就是你必須要定期要做四樣事情 每三個月到半年要做一次肛門肢檢 抽一次PSA 攝護腺腫瘤標記 每三個月到半年做一次 然後一到兩年要做一次核磁共振 甚至必要的時候 一到兩年再重複切片 如果發現你這個腫瘤細胞 好像有變壞 變多 那我們才就再考慮說 開刀或者是做電療 了解 這個叫積極監測 那吳教授我們剛剛提到 危險因子年紀之外 另一個是遺傳 是 其實我們知道乳癌 它是跟遺傳很有關係 像美國很多的這個 像安傑莉那樣的這個BRCA1 BRCA2 那這些遺傳基因 它不是只有女生才有 男生也會有 那如果是說在他們這個家族裡面 的男生 他會帶著這個BRCA1 2的基因 那在他身上不會 在男生身上可能就不會表現乳癌 但是他的攝護腺 這些生殖系統的相關的腫瘤 就會跑出來 所以這個攝護腺來 其實的確是跟基因是有關係的 那所以說我們通常 愛社會會建議 不管你基因是有還是沒有的話 其實去測這個PSA 是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所以這可能會比我們一直在 懷疑說自己有沒有這個 這個問題 那反正就是每年時間到 去做這個篩檢 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OK 好 那我們這邊要來看一下 大家的迷思 其實都會有這樣子的疑問 那我覺得潘教授是非常勇敢 所以你也可以指證一下 大家的疑問 第一個 罹患攝護腺癌 會不會養胃 性功能會受影響嗎 那麼開刀之後會不會失禁 教授你當時會有這樣的疑慮嗎 不會 因為我 你自己本身很了解嗎 但是到這個年紀 想的不是這些事情了 我想的事情主要是看看 能不能能夠身體健康 能夠有活動力 能夠不要影響生命 這個是比較重點 所以到這個年紀 其實我不太想那方面的問題 不過但是有些人是很重視沒有錯 但我這邊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癌症本身 它不可能讓你養胃 那是因為要治療之後 他看他治療的方式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養胃的情況 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是 因為現在的技術很進步了 它也都可以避免到一個最低的範圍 其實事實上以我的了解 像我們副院長級的 打文西手術如果很強的話 基本上養胃的機率都降得很低了 OK 好 所以副院長告訴我們一下 一般我們在講攝護腺肥大 它可能有刮除 或者攝護腺癌 它是怎麼樣處理 那會不會造成包括陽尾 尿失禁等等 如果是肥大的話 是從尿道 用內視鏡從尿道進去 就是從這邊進去 對 對 對 它把攝護腺中間 那個橘子肉把它挖掉 挖一個洞 就是往這邊挖一點 對 對 對 那個皮是留著的 所以外面的皮是在的 但是我挖裡面的東西 因為它太肥大擠到尿道了 對 OK 所以做這個攝護腺肥大的 內視鏡手術 它對性功能 對尿失禁 理論上應該是不會有 只要技術到位應該是OK 但是如果癌症 像剛剛潘教授講到說 如果做達文西手術 其實達文西就是一種 腹腔鏡手術 達文西是一種機器的品牌 它就是機器手臂 傳統的腹腔鏡手術也是一樣 它就是把整個攝護腺 整個拿掉 拿掉是指說這邊 整個就沒有了 這個就不見了 兩邊都不見是不是 整個它一個就拿掉 然後這個尿道 這個擴躍肌這個地方 把它接到膀胱 把它接過來 所以這一段整個切掉 然後往上接 就像腸子 有人開刀也是要接起來一樣 切掉這個把它接上來 那這樣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尿失禁的機會就會高很多 而且應該是這樣說 開完刀之後一定會尿失禁 你可能要帶尿布 帶個幾天 幾週 所以它是短時間的 短時間 通常都會 因為現在技術慢慢越來越成熟 越來越進步 就短期可能幾天 幾週 可能要帶個尿布 慢慢就可以不避了 性功能會受影響 你說如果是切除 把整個櫃子拿掉的話 因為那個食物腺的旁邊 就關於勃起的神經 它會受損 所以開完刀 你的性功能就會變差 甚至就不能勃起 但是會慢慢會恢復 通常三個月到六個月 甚至有時候我們會觀察到一年左右 通常就會恢復 OK 所以是會恢復的 會恢復 像副院長你會常被問到這方面的問題嗎 當然 病人會非常在意的 做攝護腺手術 不管是肥大或者是癌症的手術 第一個新功能 第二個尿失禁 那會不會有人因為這樣就說 我不來做了 那你怎麼辦 你通常會怎麼樣鼓勵他們 也不叫鼓勵 我們醫生只是做說明 有些病人是個人價值觀的選擇 像攝護腺肥大 因為它是內失禁手術 基本上是沒有尿失禁 或者是性功能這個問題 這個我就可以給病人信心 但是如果是癌症 因為它整個攝護腺整個拿掉 就一定會有這個現象 尿失禁 不過通常會短暫 如果說幾週 我覺得應該是幫你治癒一個病 應該是可接受 對不對 所以聽起來都是短時間 包括性功能也是可以恢復的 所以可以跟醫師討論 也不用太過緊張 另外像吳醫師 你看你已經躺好在那裡了 來你已經要揪我們 是什麼呢 來你自己說 對 因為很多尿失禁 或是一般 比如說我們輕微的這個 散氣的人 他我們在門診裡面會 蒸或是愛條揪 他這個百慧穴 然後我們請病人把腳抬高 或是枕頭墊子或是翹膏這樣子 做凱格爾運動 那凱格爾運動 你自己不會做的 你就把手放在這個屁股的地方 然後練習這個夾屁股的動作 你說手指放在兩片屁股中間 然後讓手夾起來 這樣夾起來 然後就是提肛收縮的動作 那如果說病人用愛條揪的話 我們怕他在家裡 把這個頭髮全部燒光了 這樣子不雅觀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軟軟包 軟軟包放在這個百慧穴的地方 因為我們說尿失禁跟輕微的散氣叫做中氣下陷 整個氣都往下了 所以我們要提補陽氣上升 所以放一個愛條揪或是軟軟包 你在家裡用軟軟包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把腳抬高 然後開始提肛 吸氣的時候 可是教授我們的百慧穴在頭頂 你躺著軟軟包哪裡放得住啊 對 那所以我們可以在 對啊 那軟軟包就在家 然後我們躺在這個床頭的地方 用這個枕頭稍微給他頂住 對 稍微頂住這樣子 你這個撇步要剪 然後做提肛收縮 吸氣的時候提肛 然後吐氣的時候放鬆 我早上就有一個這個輕微的散氣 用這樣子就把它治好了 多久啊 大概兩個多月 所以如果說女生有點尿失禁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對 男女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百慧穴放軟軟包 然後腳抬高 讓地心靈力幫助一下 然後做提肛說說的 這個凱格的運動 好 那如果平常這樣 用保養用的話 就是大概要做時間幾次啊 或多差 我們一天大概做20分鐘 20分鐘 是 OK 好 廣告之後來看 第二個迷思呢 就是很多人說 治療雄性突的生髮水 會不會增加罹患 攝護性癌的機率跟風險 還是會讓它更惡性化呢 這兩個之間有任何的關聯性嗎 很多人在有這個疑問 另外保養攝護腺的超級食物 馬上回來 如果罹患攝護腺癌的話 兩個大家最常問的迷思 第一個就是如果開到之後 會不會尿失禁 會不會影響到性功能 確實會 但是是短暫的 尤其像尿失禁 可能只有幾天而已 所以大家不用太過緊張 那第二個迷思是 治療雄性突的生髮藥 會不會增加攝護性癌的機率 這個不是啊 生髮藥到底它有分拉幾種 哪一種的比較需要注意 它現在是這樣 就是目前生髮的藥物裡面 有用口服的 也有用叉的 那他們的作用激轉都不太一樣 有些是增加頭部的局部的血流量 這可能也會有一點點效果 到底效果多少 這邊我們不談 但是有些就是增加血流量 那有的是抑制我們的雄性激素 代謝成一個叫做去青雄性激素 因為它代謝到了 變成去青雄性激素後 它的那個強度更強 所以你如果有雄性突的 被它一打以後更容易掉髮 所以如果是差增加血血的那種 比較沒關係 但如果說是剛剛提到 抑制雄性激素的話 會增加罹癌風險或者增加惡性嗎 我們根據很多的文獻還有研究 答案是不會 因為抑制男性荷爾蒙的 治療雄性突的藥 它就是讓男性荷爾蒙 不要作用在你的毛髮上 因為它用的時間很久 可能你30歲就開始用 可能用了二三十年 所以大家會有這個疑慮 因為它抑制男性荷爾蒙 就會想到攝護腺癌 我們經過很多的研究 答案是不會增加罹癌的風險 不會增加罹癌的風險 但是就是如果萬一你將來 得了攝護腺癌 那你那個隔離身分數 那個惡性的程度就會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還是要注意 因為很多人在用這樣子的生法藥 所以我們特別提醒大家 它不會讓你罹患攝護腺癌 但是如果有罹患的話 它的惡性都會比別人來得高 大概高20% 20%很多了 就是那個高度惡性的 會稍微多一點點 好 總之提醒大家特別留意 那雷師傅 我們在這個攝護腺的保健上面 這個你應該也很有研究 你剛剛都怎麼做 平常都是飲食 飲食要吃比較營養一點 吃比較對攝護腺比較有幫助 一般我們講說鑫 對 南瓜籽 對 我今天就是有用到南瓜籃瓜子 牡蠣這些東西 它去做一道 南瓜牡蠣的鐵板豆腐 一樣做法很簡單 首先我在鍋子的部分 先把它加一點芝麻油 把芝麻油加進去之後 火微微去給它做一個加熱 開它加熱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把蒜頭的部分 放到鍋子裡面 去給它做一個炒香 洋蔥也把它放進去 在鍋子裡面 去給它做一個加熱炒香的動作 接下來乾香菇的部分 也可以把它放進去了 放進去來增加它一個香味 把它放進去之後 去給它做一個拌炒 好 接下來 我這邊會有準備的豆腐 豆腐用板豆腐的部分 記得一件事 豆腐切開之後 如果你要把豆腐做得好吃 記得你把它放在一個濾網上面 或放在一個紗布上面 讓它慢慢的把水分滴乾 滴乾之後 讓它完全流的是純豆腐 不要讓它泡到豆腐水 因為第一個泡到豆腐水 豆腐煎起來不會香 第二個豆腐接觸到水的話 會比較容易發酸 尤其是夏天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所以就是要把它吸乾或瀝乾 是 我們現在把豆腐放進去之後 是要做一個拌炒的動作 拌炒豆腐有一個訣竅 就是你不要去跟它拼命 拼命 不要弄碎的 變豆花了 OK 其實我們就是很簡單 就是這樣子把它做一個拌炒 接下來我們準備的是南瓜 栗子南瓜的部分 讓它放到鍋子裡面去 教授 我想請教 預防社會縣北大 我們知道南瓜 南瓜 紫麻 一般大家只知道鑫 到底還有哪一些也是可以 對我們的社會縣會比較好的 有 特別是像好的油 我們一般來講 像飽和脂肪油吃太多 對社會縣癌的罹患 可能就有增加的現象 但如果你吃所謂的 不飽和脂肪酸 像我們大廚做的像魚類 或者豆類的這種植物油的話 是會降低 社會縣癌發生的機率 另外你像它用的這個南瓜 裡面有很多的所謂的貝塔胡蘿蔔素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抗氧化的東西 另外像番茄 我們有番茄紅素 其實事實上大家也都知道 在電視廣告經常出現 就是你這個茄紅素吃得多的話 小便就會跨過溪流 然後如果 讓我想到那一群小朋友 如果沒吃的話 都一直滴到腳 有沒有 這個廣告好像大家都有看過 所以這個茄紅素 在這個社會縣上面來講 是這個冥魂俠爾 所以番茄應該也要多吃一點 不是只有你剛剛講的辛 像大番茄的 或者是小番茄都OK嗎 還是說要炒 就是蔬菜用那種番茄 其實牛番茄會比較好 因為那個小番茄 因為甜度太高 所以一般那種小番茄 拿來做菜的機率比較低 通常是拿來當水果吃 那牛番茄因為甜度低 所以如果你叫人家去吃那個牛番茄 都不好吃啊 所以我們在南部就很有趣 就是把牛番茄切卡以後 沾那個薑的那個 有沒有那個很好 那個我覺得我們台灣一絕 那個很棒 那個也非常棒 那另外像我們這邊用到的 像大蒜 洋蔥 有這個所謂的锡 那這個锡目前知道是 會提高免疫力 所以如果免疫力增加的話 也可以防止癌症發生的激励 OK 好 那我們現在 把蚵仔又加進來了 蚵仔把它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 因為蚵仔就很快就熟了 稍微給它拌一下 拌開來讓它在鍋子裡面 慢慢的去給它做一個 熟成的一個動作 因為其實我今天 有用了一點蓮藕粉的部分 去把它做一個構籤的一個動作 好 關起火源之後 水煮菠菜這時候準備 把它放上我們的鐵板上面 我想問一下我們雷生主廚 你看 像我們平常 我們自己在家裡頭煮 我們煮好這一鍋 就已經很澎湃 要上桌了 對 那用鐵板 它會增加什麼風味 或者吃起來都不一樣 其實它那種收汁的風味 蹄呼味是會出來的 而且整個那種豐富感 你剛把它倒進去之後 那種感覺有沒有 整個畫龍點睛的感覺 就出來了 搶搶棍對不對 搶搶棍 把這個香菜撒進去 香味就出來了 那接下來把這個南瓜籽的部分 也把它倒進去 這邊用的就不是一般的堅果 而是特別用的南瓜籽 對 保護攝護腺的 然後把這個香菜放進去 這一道菜醬就完成了 完成了 試試這道南瓜牡蠣鐵板豆腐 鋪完新元素的牡蠣與南瓜 搭配板豆腐一同入口 享用美食的同時 也能改善攝護腺肥大 攝護腺肥大 一定要去找醫師治療 其實現在都有很多方法的 那吳醫師我也想問 我們今天提到的攝護腺癌等等的 你說有個穴位 大家都要學起來 對 這個我們腳的 第一長骨跟第二長骨的 這個中間有一個太沖穴 它有活血化瘀 幫我們勵起來一點點 降肝火 還有清熱的作用 所以它有消炎的作用 所以我們平常一般按摩 用腳跟按摩 一邊戳這個香港腳 還可以一邊預防攝護腺肥大 還有一邊按摩這個額甲挺 這樣就保證大家攝護腺平安 可是為什麼是太沖穴 太沖穴是肝筋嗎 對 肝筋 所以它可以降肝火 因為肝筋經過我們的 泌尿生殖系統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 活血化瘀的穴位 OK 我們之前講太沖穴 是說大家情緒煩躁 生氣 想罵人的時候 老朋友要罵人 趕快幫他按太沖穴 沒想到它對於我們的泌尿道 所以男生跟女生都有幫助對不對 有 有幫助 好 所以大家平常就可以 一直腳在上頭 這樣子推推推推 也提醒大家 那麼如果50歲上 要去做PSA相關的檢查 那麼持續追蹤喔 大家都健康 掰掰 好 手動靜 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 有 損壞